性骚扰事件频传 台中市长卢秀燕自爆 在他担任市长期间 曾经有立委趁着合照时 对他伸出了贤主手 甚至当记者时也遇到口头骚扰 他都立刻的回击 而卢秀燕也进步呼吁 受害者要是遇到类似状况 不需要忍气吞声 当到市长 以前当立法委员 都被性骚扰过 卢秀燕自爆曾被骚扰过 民众要合照 那你就看到有些色狼 他在跟你拍照 表面上是跟你并列 手去摸在你的屁股上 谁这么大胆敢摸市长妈妈 卢秀燕直接怒视 吓得对方知难而退 当市长立委都有不好的经验 当记者的时候 也遇过有人对他口头吃豆腐 当时的卢秀燕直接大喊 大骂他色狼 很高正的大色狼 然后开始骂他 性骚扰案件延烧各界 台中市议会召开市政总质询 有市议员提出关于性骚扰案件 问卢秀燕的处理态度 大叫你是色狼 贴他标签 我们不需要受害 卢秀燕利用自身经验 呼吁姐姐妹妹要勇敢面对 不需要忍气吞声 色狼最怕被知道 勇敢对抗 贴他标签 而他身为六都唯一的女市长 一定要当受害者的后盾 性骚 凌容忍 记者中部 中文报道 新北市板桥区一间幼儿园 在上个月爆出了 老师疑似为食安眠药 部分学童包括了园长的小孩体内 都被验出管制药品 巴比托的成分 新北地检署在天天清晨就大动作 锁定了园长和亲民老师 实行第二波搜索约谈 在征讯时发现 老师们手机内的对话讯息通通删光 目前不排除有集体犯案的可能性 不排除了